今天我们的第一道菜是赌包鸡 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今天作为家常菜出现 真是让我很吃惊 是不是家里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做出来 因为我觉得是一道大菜 说简单也简单 但是有些复杂 这话我有点晕 不过我们既然能够选出来作为家常菜来展现的话 那肯定是应该是很好学的 不难 大师把几个关键点告诉我们 我们就可以做出来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这道菜的主料 新鲜的鸡一只 我要介绍一下 就是干净的猪肚 干净的猪肚 猪肚 新鲜的鸡 这是两个主要原料 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些配料 配料这里有葱草花 我手上来的葱草花 这个竹孙 这个我们经常用来做汤 还有莲籽 还有姜 葱 花椒 白胡椒粒 白胡椒粒 那么这个菜的成长关键呢 就是要把它勤处理 勤处理 就猪肚一定要去腥去烧 也得把它处理干净 是是是那您稍微教给我们一下 这是怎么来处理的 那我们把这个先拿过来看看 因为它已经修过了 如果它有一点油脂 或者什么的 我们还得要修解一下 看看 另外看一看 我们看看这个外面里面 都洗得非常干净了 干净不干净 好 基本很干净 那么我们要加点东西 首先加盐 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就是清水洗干净可以了 是吧 不用再焯水什么的 那要焯水 对 首先这样的那个 先洗干净 楼擦 洗礼以后呢 再要凑水 加点盐 加点面粉 料酒 白醋 白醋很关键 白醋很关键 对 我叫做白醋 好 那白醋的作用是 去腥 去腥 去腥味 对 它跟那个盐反映以后呢 它一些助路上的一些盐液 全部被去除了 好 大家看啊 我们是放了盐 放了面粉 放了这个白醋 把猪朵呢 反复揉擦 嗯 大概这样搓要多长时间 这样呢 大概里外搓一下呢 五分钟 要搓五分钟 对 一定要搓透 嗯 搓透它 前面处理好了以后 后面的味道 才会正宗 才会好吃 对 没有任何的腥烧味 吃起来是香喷喷的 好 我们清洗一下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猪朵啊 它已经清洗干净了 嗯 刚才大师您是洗了多久啊 这 洗干净就行 洗干净 好好好 嗯 我们看看现在都 对 都已经洗干净了 接下来的我们就把它泡在这里面吗 嗯 我们接下来出水 出水的同时呢 我们接下来把肌肉要处理 嗯嗯 好 我自己点火 让我放了锅 冷水下 姜片 放点姜片 放点姜片 姜片 姜片 葱 这也是为了去它的异味是吧 对 利用成香辛料 把它异味进步的去角 还有料酒 嗯 料酒 嗯 料酒 看来这道菜料酒是不能少 刚才在搓的时候也是放进了料酒 对 嗯 同时呢 我们把鸡处理一下 好 我们选择这个鸡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特别的要求 嗯 一般选用炒鸡 炒鸡 比较鲜美 因为靠鸡的鲜味 来把猪毒的鲜味提出来 现在我们把鸡块剁成大块 好 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猪毒啊 在锅里焯水已经焯过一段时间了 嗯 现在可以出锅了吗 可以了 嗯 到什么程度可以出锅了 这个转色 变了色了 变了色了 确实清洗得很干净啊 焯过水之后 你看水上都没有什么杂质 对 嗯 好 我们把它出来吧 现在呢我们把焯过水的这个猪毒啊 拿出来放在清水里面过一下凉 对 冲洗一下 冲洗一下 进一步处理 除了冲洗以外呢 嗯 还有一个关键点啊 嗯 就是我们看那个 堵头的地方 嗯 这是堵头嘛 嗯 有个白膜 对对对 这个就是它喷腔 白白的黄黄的 对对对对 这个膜呢 待会一定要撕个撕里干净 刀片啊或者什么的 一定要撕里干净 这个要去除的 对对对 否则这个 不好咬是吧 对 因为不好咬 还比较脏的地方 哦 对 好 现在呢这个猪毒啊 它已经处理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 刚才呢鸡块呢 已经超过水了 好 而且今天还用到了几块咸肉 对对 嗯 提它鲜味 提一下鲜 好的 这样呢我们要浸泡一下 把它发制一下 虫草花 对 干净虫草花 乳酸 乳酸 乳酸跟莲子都 脏发一下 嗯 虫草花 竹笋 莲子 不要在水里泡过脏发 脏发 好 接下来我们把它制作一下 那为什么有什么讲究吗 这样呢比较光洁看上去 因为我们这个面呢容易发黑 哦 对对对对对 这个外堵面容易发黑 得把漂亮的一面露在外面 对对对 对对 这样呢我们开始把搓好所有的鸡块 酱饮一起 好 顺便一样得先露块 嗯 哇 能塞这么多 哎 王那师也是个实在人 塞得饱满一些 让它塞得饱满一些 好 差不多了 那除了这个塞进鸡块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塞进去别的东西 可以的 嗯 鹅块 鸭块 或者其他的一些 比方鸽子啊什么都可以 哦 好的 嗯 但也是一些露的 露的食材 比较好 比较香气 嗯 这样呢我们接下来要缝针 找个长竹签 哦 这个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得到 对 买得到 买得到 这样呢 捏住它 像缝针一样的 还要做个手工 嗯 穿过去 嗯 穿过去呢 不要穿得太长 哦 头 这样再穿过来 哎 大家看啊 这个手法 对 穿过去以后再变过来 这样 对 再穿过去 一边推一边往前走 这个穿岩式啊 不能让里面的料给 待会儿一煮啊 一顿什么的再露出来 对 接下来我们可以包自了 嗯嗯 嗯 也可以隔水蒸的方式 今天呢我是用砂锅来包 哦 可以隔水蒸 对对对 如果要蒸的话 我们是能要蒸多长时间 呃 蒸至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对 那可不可以放在高压锅里 是不是那样就更煮一下 更更时间短一些 呃 压一下 高压锅里压刺呢 呃 汤可能变得比较浑浊 啊 我们要求这个成菜的汤啊 比较清澈 哦 这样 嗯 两种感觉 嗯 对 好 我们把 处理好 接下来我们把配料一起放进来 虫草花 对 对 这个作用是什么 呃 挺滋补的 也是一个 口感也挺好的 嗯 脆脆的 把竹孙莲子 都放进来 好 这个汤呢应该是比较清红的 还有胡椒粒 嗯 今天我们是用到了这个白胡椒粒 对 刚才大师说了 有 要用白胡椒粒 8到10粒 不要太多 8到10粒就可以了 对 好 我们加入料酒 这已经是这道菜第三次放料酒了 对 嗯 好 清汤 或者清水 这是放了清水啊 可以用这个高汤来 来 清汤 清汤 清汤来带 对对对对可以 那我们要加多少水呢 这是 浸满它 嗯嗯 把它浸过来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 加上盖 包子 开锅的时候呢 我们还把它缝抹去角一下 嗯 给小火 盖小火 进行炖子 然后我们现在一开始是大火烧开 大火烧开 然后再转小火 对对对 再转小火要多长时间 要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对对对对对对 先出去跑跑步等一下 好 快回来 嗯 哎呦 这个赌包鸡呢现在在火上已经炖了一个半小时 好我们现在看看它是什么样子了 好 我们来看看 哇 香 哎 大家看看这个汤色啊 虽然是清汤但是很浓郁 嗯 金黄色的 哎呀这个味道 好我们现在要调味 这个香味 马上上桌了嘛 好好好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就是把这个小白猪给它提出来 对 小桌签把它取走 取走 好 嗯 我们这个还要改刀吗 呃上桌改刀 上桌的时候改刀 对 接下来我们要调味 好 点点盐 压水 胡椒粉 胡椒粉 好 好 好 现在我们就把大功高层了 再把汤浇一下 然后浸入一下 那我们上桌的时候 就是整个锅就端上去 对对对 然后一开盖 哇香气四溢 好 那今天呢 这就是王大师教给我们的 著名的一道菜 赌包鸡 那上桌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进行简单的改刀 也可以整锅的就上了 那在最后呢 请这个王大师再给我们说一遍 做这道菜的关键点在哪里 就是前期就猪肚的处理 一定要把它处理干净 另外的鸡也处理干净 另外的缝合好 要冷水 时间的一定要炖到位 炖到位 一定要炖烂它 这个汤水呢 这个汤一定要一次加足 对对对一次加足 然后炖一个半小时 对对 这样就好了 就这个时间就烤了 不用再用筷子再试一试什么的 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筷子一插 对 大家看煮到什么程度 对 哎呦 嗯 这样很容易就插进去了 对对对 就成熟了 对对 哎呀 真的是非常的香啊 待会一人分一碗喝 哈哈哈 好 这就是赌包机 您学会了吗 我对对对对ito 对对对对对对 wait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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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ая 好